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来来来 把蜡烛吹起 然后许愿 要记得哦 第三个愿望要放在心里面 不要说出来哟 每次到了要帮自己 情人或是亲朋好友亲生 你可能会和我一样 找一家提供超棒寿星优惠的餐厅 再预定一个不知好吃 拍照也超美的生日蛋糕 不过你知道 是谁决定过生日要吃蛋糕的 又为什么要吹蜡烛许愿呢 还有古时候的人们 是怎么过生日的 古人也会吃生日蛋糕吗 你好 欢迎你来到听说你很棒 我是云朵杨妹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解开 生日蛋糕的秘密 过生日的时候 吃蛋糕吹蜡烛 几乎是全球统一的庆祝方式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 因为不管是走到哪个国家 似乎都有这项习俗 在古老的欧洲 人们认为 每年过生日的这一天 是一个人的灵魂 最容易被凶恶魔鬼入侵的日子 于是 在过生日的那一天 就会把亲戚与好朋友们 都聚集到家里来举行生日宴会 客人除了会给寿星送上祝福 也会送上蛋糕 在一起为寿星驱除魔鬼 带来好运 不过在那个时候 蛋糕还属于奢侈品 价格很高 只有富足有钱的家庭 或是皇家贵族才买得起 你一定没有想到吧 原来我们现在表达 圣日祝福的蛋糕 在古代 竟然是拿来驱邪除魔的工具 古罗马时期的圣日蛋糕 是以扁平圆形 海绵蛋糕的形式呈现 而早期的蛋糕 都是用几个简单的材料 做出来的 包括来自亚洲的香料 从中东引进的坚果 花露水 柑橘类水果 枣子 与无花果 还有 从热带地区进口的甘蔗 你一定发现了 这些需要经由国际贸易 取得的材料 在当时啊 绝对是来之不易 因此在欧洲的黑暗时期 这些珍贵的原料 只有僧侣和柜子们 才能拥有 不过慢慢的 因为战争与领土的扩张 带来文化交流 与物品流通 渐渐改变了蛋糕的味道 从十字军东征返家的士兵 和阿拉伯商人 在欧洲 推广香料的使用方法 和中东的食谱 紧接着 在中欧几个主要的商业重镇 开始出现了 烘焙行业的商业组织 到了中世纪的末期 欧洲的有钱人家 对于香料的使用 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 也让当时的烘焙技术 更上一层楼 15世纪 德国的面包店 开始生产单层蛋糕 来庆祝客户的生日 17世纪 上层社会 更出现了多层蛋糕 和糖衣 随着糖 坚果 这些食物 在民间流行起来之后 蛋糕也开始传播到了 所有社会阶层 到了19世纪 蛋糕正是成为了许多欧洲国家 晋升活动的一部分 朋友们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糖 大色流行的故事 欢迎点击云朵杨妹的说书作品 甜与权利 看来过生日还是离不开吃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地方 同样都是吃蛋糕 像是在古代中国 过生日会准备寿陶 古代朝鲜会准备紫菜汤 欧洲的荷兰 则会准备带有奶油的水果派 虽然在古代不同的国家 都有自己庆身的传统 但是到了现代 多半还是会准备一个蛋糕 帮寿星来庆身 蛋糕的种类也越来越五花八门 从传统的圆形蛋糕 多层蛋糕 到客制化 依照客人需求打造的翻糖造型蛋糕 更讲究的是 会使用健康严选的食材 和漂亮的装饰 目的都是想尽办法 感动每个人的心 好吧 那吃蛋糕之前 为什么又要穿蜡烛呢 原来是从人类开始 只设盘祭神之后 点亮蜡烛或是点燃篝火 都具有神秘的特殊意义 点蜡烛起源于古希腊 当时的人们信奉月亮女神阿提米斯 一到月亮女神的生日那一天 人们就会在祭坛上面 供奉很多蜂蜜饼 并且点亮蜡烛 用蜡烛的光 来代表月亮的光辉 营造一种神圣的氛围 表示对月亮女神的尊敬 后来 这项仪式逐渐扩大 成为希腊英雄 贵族和名人生日庆祝活动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点亮蜡烛来庆祝生日 是希腊神明和英雄贵族 所独有的待遇 渐渐的 这样的习俗广为流传 演变成 爱连一般老百姓 到了过生日的时候 也学着点上蜡烛 希望能够将美好的愿望 送给自己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在生日蛋糕上面 点上与岁数相同的蜡烛数量 然后 许愿之后 一口气 把蜡烛吹灭 那么 自己的愿望 就可以实现 据说这是因为 古时候的欧洲人相信 烟是能够升上天堂的 所以 在一口气 吹灭蜡烛之后 自己的愿望 就随着烟 一同升到了天堂 当然 就可以实现愿望了 至于蛋糕上面的蜡烛 应该是 一次全部吹灭 还是个别的吹 这也是有地区上的差异哦 对于瑞士人来说 每只蜡烛代表了一年的使用寿命 因此 要一支一支地被吹袭 直到它们全部熄灭 但是对于英国 澳洲 和美国人来说 寿星 必须一次吹袭所有的蜡烛 才可以实现愿望 在许生日愿望的时候 大家一定都知道 是要许三个 并且最后一个愿望 不能说出来 真奇怪 为什么只能许三个愿望 而不是四个 不小心说出来的第三个愿望 就真的无法成真了吗 我们先说说 许几个愿望 如果过生日 只能许一个愿望 大多数人都会留给自己 可是这样就显得太自私了 直学两个愿望 倒也有点寒酸 所以啊 许三个是比较好的 既能顾及别人 又不会亏待到自己 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为什么是三个 古今中外 不论是东方人 还是西方人 都对三有种特别的情节 比如说三君小猪的故事 大野狼第一次 第二次都成功地摧毁 猪大哥和猪二哥的房子 直到第三次 遇到情犯盖 坚固房屋的猪小弟才失败 还有白雪公主 坏皇后 在前两次的轨迹 都无法把公主害死 直到第三次 使用毒苹果才成功 还有中国的周楚除三害 恶怕周楚 为名除掉南山猛虎 和长桥蛟龙 之后才进去发现 原来人民眼中的第三害 就是自己 孟母三千也是 孟子的母亲 为了让孩子 有良好的学习环境 所以搬了三次家 真的是用心良苦 从这些例子里面 你不难看出来 前两次事件都是为了 衬托而存在 第三次事件 才是故事转折关键 也就是剧情的 重点与高潮所在 所以咯 生日愿望许三个 真的是刚刚好啊 四个就太冗长了 前面两个说出来 还可以带动 庆生派对的气氛 接着寿星将压轴的 愿望保密 现场还不会嗨翻天吗 至于不将第三个 愿望说出口令原因 可能是基于 思想层面上的考量 人是活在希望中的 留一个愿望在内心深处 人生便能慢慢圆满 心理学家则称呼 这个现象为替代 意思是说 已经公诸于世的目标 会在脑袋中产生 已经实现的错觉哦 也就是说 公开谈论自己 雄心壮志的人 他的目标反而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因为公开谈论目标的人 和拥有愿望的人 有着不一样的内心变化途径 先说把目标公开讲出来的人 会想象实现后的情景 以至于产生已经达成目标的错觉 会因为错觉而感到满足 自然而然就不那么努力去实现目标 导致失败的几率增加 不把愿望讲出来的人 会默默地设定目标 并且严密执行计划 因为实际付出的努力而感到满足 也就是这样 成功达成目标的几率 就会大大增加 不过你知道吗 中国人在南北朝之前 是没有过生日的习惯的 诗经小雅录的篇中记载 挨挨父母 生我取劳 意思是 在生日那天 要思念父母生养的艰辛 是很爱妻忧伤 不适合庆祝的 就算后来 慢慢开始过生日的古代中国人 前生的时候吃的也不是蛋糕 而是鸡蛋 而且 吃鸡蛋的不是寿星本人 而是寿星的母亲 但是 这一切却因为母爱的伟大 而改变了 只要过生日 寿星就要向母亲跪拜 感谢母亲的生育之恩 并且要把最好的东西 拿去孝敬母亲 在那个年代 鸡蛋就算是最好的东西了 不过啊 古代的窗户人家 母亲都会偷偷地把鸡蛋 留给孩子吃 而且鸡蛋还有很多好的含义 例如鸡蛋的外形是圆的 孩子过生日吃一颗蛋 象征这一年就会像鸡蛋一样 圆滑 无病无灾 顺顺利利 除了鸡蛋之外 在古代寿宴中 不可或缺的还有 汤饼和寿陶 汤饼就是我们现在的面条 生日面条又叫做长寿面 至于寿陶 就和汉武帝很有关系了 传说 汉武帝非常热衷 追求长生不冷 于是 西母王将三千年熟成一次的盘桃 送给汉武帝 汉武帝吃了盘桃之后 留下了种子 想要自己来种植 不过西母王说 此桃三千年一时 中土地博 种之不神 这个盘桃就是西游记中 孙悟空偷吃的盘桃 而民间祝寿的寿桃 一般都是桃子的外形 然后会有一个 染上红色的尖尖尾巴 里面会包绿豆 或是红豆馅 在古代 还有作寿的习俗 作寿就等于过生日 以百岁为上寿 八十岁为中寿 六十岁为下寿 从六十岁开始 会在每逢五 逢十 或者逢九 就为当事者 举行祝寿活动 祝寿的宾客带来的寿礼 包括寿桃寿高寿面 寿竹寿平 寿帐 寿帘 寿画 寿采 和万年三等 这些礼品啊 都会放上 象征长寿的图案 不过 随着晚清的西学东见 生日蛋糕 吹蜡烛 这种西方的习俗 逐渐流行之后 现在知道做寿的传统习俗的人 很可惜的就越来越少了 以上就是生日蛋糕的故事啦 朋友 你都是怎么过生日的 除了吃蛋糕 吹蜡烛 会吃长寿面吗 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会喜欢 我是云朵杨妹 听说你很棒 是一个有趣有料 有意义的有声杂志 为您不定期的分享 我们的心得 发现与故事 下期更精彩 下期更精彩 请用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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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